产生变化 所以觉疗才有真诺 迷疗才真苦 所以 祝佛菩萨 总是非常欢喜的 把他觉悟到的 祝法实相 时时刻刻 提供 给我们大家的分享 所以他教人 对我们这种 程度的人 这种根性的人呢 他首先教我们 能长 无能 这是天道 无常 这是大德了 所谓道 这是 宇宙间自然 自自然然的法则 不是人为的 自然的法则 这就是道 人能够随顺自然 法则 去生活 去思维 去工作 这就是 大德 所以中国人 讲道德 佛法 也讲道德 道德两个字的意思 一定要搞得很清楚 搞得很明白 佛家 佛家 常讲 真如 自信 他有体 有相 有作用 他体相 作用 都是自自然 然 佛经的说 法尔如是 这就是道 那么今天 科学家 他不讲自信的 体相 用 他讲能量 讲质量 实在讲 能量跟质量 跟佛法里面 讲自信的 体相 用 非常接近 非常接近 这个是讲的道 随身 自信 启用 这就是德 所以 在日常生活当中 特别是在 学习过程当中 有德于心 我们心里面 觉悟了 开悟了 这个悟了之后 一定很快乐 孔子说 学而实习之 不云乐活 不云乐活 真快乐 这是道 有德于身 能够帮助我们身体健康的 这是德 从这样说法呢 这也容易懂 一个是 于心有德 一个是于身有德 学佛 就是学觉悟 就是学智慧 唯有觉悟智慧 才能够解决一切问题 才能够真正帮助我们 历苦得乐 这是我们 学佛同学 不能不知道的 佛从什么地方学起 佛非常慈悲 教我们 教我们从三福学起 三福 就是 校养父母 奉死死长 慈心不杀 修施善业 这个是 第一个 第一条要修的佛报 人天佛报 佛报是从这样子 修得的 我们看看 现在这个世间 有很多有富贵人 大富大贵 他是全身呢 修的福 这一身呢 所赶得的 果报 如果这一身 享福而不修福呢 他的福报 享完了 他就没有了 所以 一定要 享福 还要继续 不断 修福报 那么第二条呢 讲授持三规 居足中介 不犯为疑 这个是 二臣 身闻原觉的佛报 第三 是讲呢 大臣菩萨的佛报 所以教给我们呢 从这个地方 开始学习 逐渐逐渐呢 把自己的灵性 向上提升 佛教给我们 跟大众相处 要懂得 六合 教我们 修六度 三福 六合 六度里面的 布施 持戒 忍如 精进 都水尽 禅定是定 般若是智慧 你看看 还是 没有 离开 戒定会 三学 所有一切 教导我们的 都可以归纳在 戒定会 三大纲 灵 之下 那么 怎样 把自己所修学的 所理解的 落实到生活上 学了有用处 如果说 所学非所用 佛不赞成 佛不喜欢 佛总希望的 我们学了之后 真正能得到受用 在日常生活当中 得到受用 在工作里面 得到受用 在厨师 待人 借物 都能够 活活活活活活地 用到了 那用什么方法呢 佛用四设法 所以四设法呢 可以用在家庭 用在夫妇 用在兄弟姐妹 用在父子 那个在社会上呢 可以用在公司 行号 可以用在社会 用在国家 乃至于用在全世界的 教往 佛菩萨教导我们 怎样学习四设法 四设法里面 第一个呢 是故事 这个故事 范围非常广大